7点22分早安气象时间 昨天太阳公公露脸 但是就是一个字 好热啊 那么今天也要提醒您 今天还是非常的闷热 先来看到要注意的是 北台湾还有山区午后会有一些降雨 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 可能会来到大雨等级 同一时间要注意到各地炎热 体感温度很高 紫外线也很强 特别是台东还有花莲纵谷 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 但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之前 要先跟你预告一下 从明天开始又要变天了 因为封面慢慢的要靠近我们 虽然不至于压在台湾上空 但是我们的天气变得不稳定 不只是马祖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之外 整个西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雨势 而且午后可能在山区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 山区要留意出现局部大雨 另外在东半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降雨的影响 接下来在礼拜五的时候 这一道封面慢慢的又要远离 但是受到偏南风还有东南风符合的关系 南台湾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震雨势 午后还是要留意午后的降雨 所以接下来几天水气慢慢的又要变多了 但是回到今天的天气来看 其实这一两天天气还蛮稳定的 感觉都非常热 昨天紫外线都在高亮到危险等级 那么特别是台东的太马里更是飙到了38.9度 花莲的卓西乡有38度 台北市新北市也来到了35度的高温 今天各地普遍也都在30度以上 体感温度更是来到35到38度 所以提醒您今天外出的话 记得要穿一件比较薄比较透风的衣服 并且防晒多补充水分 不过大家会发现这几天台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 这就跟西南风沉降效应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当西南风过山之后 每下降100公尺就会增加一度的温度 所以在5到7月的时候台东就要特别注意 很容易发生焚风 那么同一时间来看到今天降雨的部分 白天的时候水气还是偏少 只有中南部沿海地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会有不定时的偶尖雨之外 主要降雨还是在午后 特别是在山区要留意 可能在北部还有宜兰会出现大雨等级 那么到今天晚上 明天8点这段时间 北台湾地区降雨机会提高 就是因为封面慢慢的要靠近了 同一时间现在也到了夏天 很多人会去海上玩水 但是要注意桃圆到苗栗 东南部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有较强阵风 海上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接下来看各地区的一个天气表现 北部地区今天要留意高温是在32到35度 午后雷震雨 中部地区高温在33度 是多云道情的天气 南部地区高温在31到34度 也是多云道情 宜兰25到32度 花东地区在26到34度 马祖地区25到33度 降雨机会高 那么金门还有澎湖在26到31度 这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